你知道我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贪官吗 和珅被抄家时竟然搜出了八亿两百银 赵高家财万官掌控国库 他们各个富克敌国 为此我翻阅了大量资料 盘点出十位有名的大贪官 接下来为大家一一列出 第十位 和珅 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有所耳闻的 和珅从小家庭贫困 为了摆脱这样的生活 他努力考取功名 使徒之路还算顺利 成为了清朝乾隆皇帝身边的宠臣 随着他的地位的攀升 和珅就想着为自己谋取一些福利 大肆贪污钱财 直到乾隆皇帝去世后 和珅的靠山没了 嘉庆皇帝下廷抄了他的家底 在他的家中搜刮出了八亿两百银 这些钱财甚至超过了朝廷十年的收入 家产之多 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查清了 大约有多少 各项家产折合银两 估计不低于八万万 八万万 居然比我大清国库还要富数 是我二十年全国上下的收入啊 看来父皇所说非虚 和珅这个宝贝 可真是父皇留给朕的最好的利益 秦名下的一千多顷田产 也是尽数被查抄 和珅剧连钱财十分多 大量珠宝玉器更是数不胜数 在历代贪官之中 虽然和珅的权力远不如他人 但是他却是所有贪官之中最有钱的一个 可以说和珅累积这么一大笔钱财 靠的就是乾隆皇帝的宠爱 第九位 严松 严松是明朝有名的大宰相 此人深受家境皇帝的喜爱 因此 他在为官期间肆意的为非作歹 陷害忠良提拔亲信为官 把持朝廷实权二十多年 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严党集团 但严松的欲望远不止如此 他一边在朝廷之上蛊惑皇上 一边安排严氏集团贪污受贿 他的儿子严氏藩的实力 也逐渐壮大起来 仗着严松的实力 坐上了公布侍郎的位置 到了后来 严松父子更是把控了 吏部 兵部 大大小小官员的升迁 两人都全部掌握 更是为卖官收取贿赂 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在这二十多年时间 嘉靖皇帝也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严松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了维持皇权的统治地位 就必须得善于利用他 直到嘉靖四十四年 严氏藩因为惹怒了嘉靖皇帝 被捉拿入狱 严氏父子的权力也被完全架空 家产也被全部查抄 在严松府邸中搜出黄金 白银 珍宝首饰不计其数 严氏藩被指控贪污受贿 被判处死刑 严松被罢除后 无家可归 漂泊一年之后病死他乡 第八位 刘瑾 刘瑾早年生活贫苦 应投靠了一位刘姓宦官入宫 之后便开始侍奉太子诸后赵 他为人也十分精明 讨得太子十分喜爱 所以在诸后赵坐上皇位时 刘瑾也当上了私礼兼长印太监 明朝中后期 宫中宦官豁乱朝政 刘瑾便掌握着明朝的特务机构 东厂和西厂 刘瑾手握事前 开始公然收取贿赂 只要有官员来到京城 首先就得找到他 为其送上金银财宝 甚至连官员的升迁调动 刘瑾都能轻易插手 此外 刘瑾还大量贪污 国库中的银两 导致诸后赵无心朝政 成为了后世有名的昏君 刘瑾当政五年期间 朝廷中的大小官员 都没有人敢告发他 刘瑾也是越来越猖狂 考虑起了谋反的事情 最后被大太监张勇告状 诸后赵亲自带兵去到他家中 查抄了刘瑾的全部家底 搜刮出黄金万两 白银上一两 其他宝贝更是数不胜数 诸后赵也是被吓得魂不附体 就命人将刘瑾凌迟处死 第七位 嘎里 嘎里是清朝时期的两江总督 满足郑红其人 这人未经科举考试就步入仕途 康熙年间 嘎里因护送粮草有功 从此便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 被封为山西巡抚 升官后的嘎里贪赃纳汇 陷害中粮 通过植物质变非法获利四十余万两白银 这样的做法同时激起了山西平民的愤怒 有人跑到了京城告状 在康熙皇帝的庇护下 这些事情都被压了下来 之后嘎里一眼看平安无事 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 直到江南科场案发 才被免去职务 第六位 石崇 石崇是西晋将领石包的儿子 因法武有功 被封为了朝廷命官 再加上此人特别有才 皇帝也对其十分的器重 还多次提拔他 但此人偏偏不学好 对金钱两个字却是情有独钟 围观期间 派人在路上抢夺富商 获取大量钱财 成为了西晋数一数二的富豪 但凡是有权又有钱的人 就不免十分奢侈 石崇也不例外 他家的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 吃得更是山珍海味 家中的仆人就多达上百人 可惜好景不长 永康元年期间 因石崇经常驯富 便遭到了一些同僚的排挤 并将他截取钱财的事情上报朝廷 于是石崇被免去职务 之后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之后 石崇因为钱多事重也遭到了诛杀 第五位 蔡经 蔡经考取近视后 在一个小县城内当地方官 当时的王安石 一心想为北宋挑选人才 蔡经也因此进入了他的视野 凭借自己的努力 官位也是一步步升迁 后来蔡经成为了宋徽宗时期的宰相 同时还将王安石变法推向了极致 在蔡经的治理下 宋朝的经济发展也是高歌猛进 百姓们也是安居乐业 但蔡经之后就暴露了奸臣的本职 开始排斥中粮 产出一己 甚至将一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流放外地 霸占别人的家产 晚年时期更是大肆敛财 富可敌国 名下的房产和土地多得不可估量 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满足 不惜用作假账的方式 领取双份俸禄 还勾结其他奸臣极党营私祸国殃民 而蔡经也被称为北宋六贼之首 直到宋清宗继位后 蔡经被下令流放 家产也被收归国库 第四位 梁继 梁继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是东汉时期的大将军 他的妹妹后来又成为了皇后 就是这样一位皇亲国旗 却成为了东汉的一代奸臣 梁继仗着家世背景雄后 从小就是一个有手好闲的顽固子弟 每天只会饮酒作乐 之后凭借在朝廷中的关系 当上了官 梁继在他父亲死后 并接管了大将军的爵位 由于此时的梁继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 许多人也想巴结他 常常往他家里送礼物 希望梁继能在皇帝面前 为他们说一些好话 就连皇帝也是多次赏赐封地和钱财给他 使得梁继也是家财万贯 梁继不仅有钱 还是富可敌国的外戚 可谓是风光无限 令人在很多地方都修建了自己的宅子 彰显他的财力 之后更是在朝廷之中威威作歹 掌控皇权二十多年 最终被汉环帝夺回权后 联合一些大臣 带兵将其府邸包围 使得梁继被迫自杀 朝廷更是将他的全部家产变卖 收获了三十多亿银钱 相当于当时东汉税收的一半之多 由此可见 梁继在伪官期间 贪污了多少钱财 第三位 王温书 年轻时期的王温书 就爱干些拦路抢劫的事 之后投靠了张汤 张汤是当时有名的酷吏 觉得和王温书臭味相同 便让其担任廷尉使 负责督查盗贼 在汉武帝时期 为了打击豪强地主的势力 大量重用酷吏 而王温书就是其中一员 他常常以酷行贪 杀死富豪之后 抢夺其财富 使得一些豪强地主心生畏惧 紧要关头为了保命 不惜倾家荡产 大行贿赂 酷吏这个职务 便成为了王温书 据点钱财的工具 虽然一些地方豪强被打倒了 但是出现了像王温书 这样的贪官 王温书死后 家中更是搜出了万贯家财 第二名 袁仔 袁仔小的时候出身特别贫寒 但此人并没有打算 穷困潦倒地过完一生 反倒是勤奋刻苦学习 终于在七四二年 考中唐朝进士 袁仔在当官的路上辗转数十年 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 唐素宗并重家居 宦官李府国掌握大权 袁仔也想方设法地与其交好 李府国也时不时地对其进行提拔 唐太宗李玉上位后 袁仔为了夺取官位 更是不择手段 将李府国拉下马 坐上了当朝宰相的位置 在皇帝面前能说会道 得到了太宗的宠爱 便开始独揽朝政 贪污受贿 随着长时间的积累 袁仔可谓是家财万贯 为了供自己享受 还建造了两座极其富丽的住宅 天天在院子里把酒延欢 之后的袁仔越发膨胀 就连唐太宗也没有放在眼里 袁仔的所作所为 引来了太宗的记心 为了以除后患 将袁仔给赐死了 更是在袁仔的家中 搜出大量罕见食材 可见此人之前的生活 比帝王还要奢侈 不仅如此 金银珠宝也是应有尽有 第一名赵高 赵高原本是皇宫中的一名奴隶 因为秦始皇听说 此人具有非凡的才华 个人能力也非常之强 所以便破例让赵高做了一个官职 刚开始赵高的权势比较小 但是长期在皇宫中 接触的高级官员很多 自己的人脉广了 欲望也随着增大 就开始利用手中的职权 对国家经济进行干涉 侵占农民田地 加重百姓赋税 最终自己的腰包越来越古 不久就成为了一个 腰缠万贯的富人 同时他合理安排钱财 售买人心 其势力也不断的扩大 在他围观二十多年期间 赵高的财力可以和一个国家相比 最后赵高被人揭发 落了一个就地政法的下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